练太极拳 学少林功夫 10月11号 线上中华文化大乐园 新西兰斐济园开园仪式 在河南省试验学校郑东小学举行 河南方面邀请了太极拳 少林功夫等 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名师 为斐济和新西兰的近400名学生授课 这次教授的内容是 城市太极拳新架里面的10个基本动作 小套路 有一定难度 但是简单易学 中华文化大乐园活动 是中华海外联谊会 海外华文教育系列重要品牌之一 旨在寓教娱乐 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承 此次虽是线上课堂 但海外的学生没有一丝懈怠 跟着老师的指令练得有模有样 希望这个活动能让国外小朋友 从武术上了解城市太极拳 然后是得到健身 推广 普及中国传统文化 本次活动为期十天 斐济和新西兰的学生们通过线上可学到中国的太极拳 少林功夫 简纸 国画 书法 古典舞等课目 少林寺方面则精心选派了 有着多年在少林寺海外文化中心授课的 少林寺武僧团国际部武术教头试言字进行授课 这次我们选择十三拳来进行这个海外教学 主要是十三拳是我们少林寺入门拳法 因为它在海外以及得到广泛的认可 而且它很简单 简单入门 通过这样的简单的一个拳法 让所有海外的弟子可以更多的认识少林功夫 以及中国文化 为了让学生能在短时间学会一套正宗的少林功夫 试言字也做足了准备 要用中文来推显出我们是中国文化 但是有些孩子可能会不懂 不懂实在是很难理解的话 我也可以用英文去给他们教学 这是少林十三拳的第一式 起式 中英双字 这是第二式 公布中拳 这是最后一式 收式 我们通过卡片的形式 让孩子们更清晰地学会少林功夫 学会少林拳法的第一套拳法 我们通过视频的方式让孩子们 提交每天的学习进度 以及他们的作业 从而通过这几天的教学 让他们完全地 完整地学会这一套拳法 近年来 河南省不断加快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 向世界各国选派中文教师三千余人 疫情以来 该省院校积极开展线上文化交流活动 与美国 英国 希腊 马来西亚等国的两千余名青少年 实现云端相会 线上往来 华旨二千余人 在这几天的教育里面 华旨一咱们